工作平安 消災者 带领国民党上乡 主席朱立伦神情严肃 或许是因为卡在心头上的结 党内团结整合是受邀之急 郭台铭正义却不断放话 还说和侯友宇已经见过面 原本说要喝咖啡谈合作 一遍再遍摸不透 让朱立伦动怒在中常会喊话 我们还不能够团结在一起 还都一切只想到自己 只有自我 没有大局 那我们真的是对不起 主流的民意 只为私立 只为自我 党既不容 民意不容 朱立伦多次派人去和郭台铭谈 副主席连盛文也透露 自己三个礼拜前就和他联系过 偏偏郭台铭坚持郭上喉下 没有转环余地 无法沟通 让蓝营上上下下都对他很感冒 民众党的沟通 联系一直存在 大家彼此都有一个共识 郭台铭创办人 如果从头到尾只有自己是正的 没有办法 也不是真正的 来呼应一些主流民意 他常常讲话 今天这样 明天这样 后天又不一样 说话出耳反耳 就是要猴磕来配合 郭台铭的负面声量也上涨 甚至被爆出买BNT疫苗的钱 是用鸿海的 不是自掏腰包 根据最新网络趋势 他宣布参选的当天 好感度只有0.47 他认为他的这样作为是所谓的大我 想法是跟四年前或者是跟他之前 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台湾人民福祉做最大的优先考量 有可能就是选之前讲的话 跟之后会做的不一定是真的是哪样 国民党已寄出红线下令 要求各地方党部遵守党计 不帮站台联储不去参加活动 没有模糊空间 难以硬起来全面切割开战 欢迎新闻陈世雄 由我博士叶昀娜台北采访报道